蘇芸 沒想到 我們居然要成為夫妻了 雖然是假的 蘇芸 其實我一直好奇 你到底為什麼跟我嫁結婚 我和你說過 這和你沒有任何關係 告訴我 我可以幫你 就比如剛才 你在寧照熊的書房做什麼 其實你不告訴我 我也能知道 你的目標 是寧照熊吧 我從你的眼神裡 就已經感覺到了 你看著他的時候 眼睛裡是有恨的 我現在對這種眼神 太熟悉了吧 我一直很好奇 你為什麼叫他寧照熊 而不是爸爸 你覺得 他拿我當女兒嗎 所以 我根本不擔心 你會對他做什麼 甚至 我可以幫到你 其實 你猜對了 我的確對你 趙熊有敵意 小時候 我家也有一間珠寶店 但後來被別人暗算 名聲掃地 到後來 店也沒了 還欠了很多錢 我媽也和別人跑了 我爸 我爸 背著黑心商人的名號 聊到了下去 最後一遇而終 後來 我寄居到了親戚家 我改了名 考上了大學 學了珠寶設計 然後出國 創辦了SNU 變成了你現在所認識的素玉 所以 當年暗算你們家的 是寧照熊 我只知道和你沒有關 但證據肯定就在寧照熊的手裡面 但事情過去了這麼久 如果只是生意上的往來的話 我沒有辦法發現寧照熊的秘密 直到我遇見了你 我看到了你想掌控寧家的決心 還有你的野心 所以 我們 目標一致